泰森1984年进入职业拳坛 以平均每月打一场比赛的节奏 到1987年用三年时间 以31战全胜27KO的战绩 统一了重量级 成为重量级三冠王 也是最年轻的重量级拳王 到1990年爆冷输给到格拉斯前 泰森几乎打败了同期所有高手 拉里霍姆斯 斯平克斯 比格斯 布鲁诺等等 而这些当时的拳王 在泰森的铁拳下都没有打满全场 这个时候的霍利菲尔德在干什么呢 霍利菲尔德是1962年出生 以泰森大四岁 在参加完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后 进入职业拳坛 不过霍利菲尔德刚开始打的是次重量级别 而且一路过关斩将 到1988年用四年时间统一了次重量级 成为次重量级的三冠王 这个时候的霍利菲尔德再次重量级 已经没有对手 随即决定升重挑战重量级拳王 这个时候所有重量级拳王的目标 都是挑战泰森 所以霍利菲尔德要排队 这期间霍利菲尔德专门选择与泰森交过手的拳手 1990年首先击败到格拉斯 得到WBCWBOIBF三条 曾经属于泰森的重量级拳王金腰带 随后击败蒂里斯 托马斯 多克斯 得到了向泰森的强制挑战权 就当两人的战斗快要谈妥了 泰森却锒铛入狱 那这个时候的刘伊斯在干什么呢 刘伊斯1965年出生 在1982年当过泰森的陪练 1984 1988年参加过两届奥运会并得到一块金牌 奥运会后于1988年进入职业拳坛 最初的两年 刘伊斯一直在英国打拳 直到到1993年 刘伊斯获得职业生涯第一个重量级拳王 从以上时间点可以看出入狱前的泰森 也就是1992年之前 无论霍利菲尔德还是刘伊斯都没有挑战泰森的资格 而刘伊斯更是一个拳坛新手 1995年泰森出狱重返拳坛 出狱后泰森没有直接与霍利菲尔德打 而是先从布鲁诺 塞尔登手中夺回WBCWB拳王金腰带 而后在1996年和等了几年的霍利菲尔德打 在输了一番战后 二番战中咬掉霍利菲尔德的耳朵 也被判复 这时的泰森失去了所有拳王头衔 而且被吊销了拳击执照 直到1999年才再次拿到了拳击执照 这期间的刘伊斯迅速崛起 1995年获得IBC金腰带 1997年重夺WBC金腰带 1999年战胜霍利菲尔德 完成了重量级拳王的统一 成为WBO WBCIBOYBF四个拳击组织的拳王 泰森在经历了三年牢狱后 虽然状态不如从前 但并没有丧失斗志 出狱后的几场比赛 打得都很精彩 直到和霍利菲尔德的比赛后 被吊销拳击执照 泰森完全丧失了斗志 2002年与刘伊斯的比赛 也只是刘伊斯为了帮泰森偿还战务 所以泰森真正的巅峰期 其实是入狱前的五六年 狱中三年怎么会没有影响 而霍利菲尔德从开始 就是为战胜泰森去的 把泰森研究得透透的 他的打法就是专为克制泰森 利用规则 利用一些小计两赢得比赛 所以三人虽然年龄相仿 但巅峰期并不在同一时间段 其中泰森巅峰期1984到1992年 霍利菲尔德1990到1997年 刘伊斯1993到2002年 泰森可以说是两人的前辈 泰森在统一重量级拳王的时候 他两才刚起步 而1996年霍利菲尔德 打败的是七成续的泰森 2002年刘伊斯打败的 就只是残血的泰森了 如果是巅峰时期泰森 无论刘伊斯 霍利菲尔德根本不是对手 泰森虽然在事业上 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但是他的私生活却混乱不堪 俗话说 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失血 在1992年 拳王泰森遭遇了 他职业生涯中一次重大挫折 然而这次看似毁灭性的打击 却并没有令他崩溃 反而成为了他人生道路上的 一枚勋章 每次向人们说起 泰森总是带着些许的得意 在被高中开除学籍之后 年轻的泰森整日无所事事地 在街上游荡 哪怕是找一个餐厅端盘子 洗碗的工作 也因为年龄太小而被拒绝入用 这是他第一次陷入到 这种孤立无援的境地 索性苦思达玛托看到了 潜藏在泰森身上的拳击天赋 为了将他培养成一名合格的拳击手 达玛托制定了一个 非常严苛的训练计划 在长达数年的训练时光里 达玛托一直扮演者一师异父的角色 一方面他非常注重泰森的练习成果 另外一方面他也非常关心学生的日常生活 我们可以想象到达玛托对这位 拳王成名之路所做的贡献 所以有人说 如果他在长寿屑 那么泰森的拳击之路或许会更平坦一些 1985年3月6日 这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天 纽约到尔巴尼州的赛场上 见证了一代拳王的第一次登场 泰森打拳时的进攻速度很快 招招找要害 招招不留情 对手往往在第一局中就被淘汰出去 所以他的打法也被称为毁灭式打击 1986年11月23日 WBC决战赛场之上 麦克泰森以2比1的绝对优势 两次击倒伯比克 首次获得世界重量级拳王称号 之后他又乘胜追击 在WB和IBF比赛上相继打败了 詹姆斯·史密斯和托尼塔克 成为公认的世界重量级冠军 但毕竟是新起之秀 还没有在拳击界障纹脚跟 泰森一出名就有很多人向他发起了挑战 其中就包括布鲁诺 霍姆斯·斯平克斯等世界著名拳击手 在与这些人的较量当中 他仍然以秋风扫落叶的强势姿态胜出 一时间 美国许多大洲上都弥漫起了泰森狂热 各地的粉丝后援会开始如火如荼地进行 他来到了自己的事业巅峰期 1987年 在WBA世界重量级拳王的比赛上 泰森在一次以压倒性胜利打败了史密斯 媒体赞与他为无可争议的世界冠军 1988年 泰森在东京迎战托尼塔布斯 也是两局定胜负 拳王的名会横扫北美 亚洲大路 他实至名归 成为了年轻一代的偶像 在这一路升级打败的途中 或许有天赋的加持 他可以说根本没有遭受到任何的挫折 再加上年少成名 又节节攀升的成绩 充滞着金钱和汗水的赛场 这些东西层层叠加起来 足以毁掉任何一个人 相比于事业的辉煌 泰森的私生活去一场混乱 在1988年2月与美国女演员吉文斯结婚后 身边也从来不缺少狂风浪蝶 所以这段婚姻注定是短暂的 两人的亲密关系仅仅维持了一年 就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离婚了 这种放荡不计的私生活 持续到了三年后 直到一场桃色新闻被知名媒体爆出 直到1992年1月27日 一则新闻登上了 美国各大媒体报刊的头条 著名犬王麦克 泰森在美国印第安那州 因涉嫌犯下强奸罪而被警方逮捕 在监狱中泰森明白 拳击手的职业生命 只有短短的十几年 过了壮年时期 那么自己很有可能会被淘汰出去 因此如果想重振事业 在监狱的时候 也不能放松对自己的训练 就这样坚持了三年 泰森成功出狱 看到熟悉又陌生的城市后 在面对媒体的采访时 他不禁热泪盈眶 表示自己会快速复出 再一次成为世界拳王 这无疑也给了粉丝们极大的信心 一时间泰森狂热又迅速席卷全球 出狱后的首战面临的敌人 是彼得麦克尼利 曾经拿到WBA决赛总冠军的人物 但是在赛场上 泰森仅仅用了89秒就将其击败 或许是为了发泄自己在监狱里 遭受到的种族歧视 在面对这名白人拳手时 他使了狠见 几乎将对手打懵了 1996年3月 泰森击败拳王弗兰克 再次获得WBC世界重量级 拳手冠军的荣誉称号 在清灭了几年风光的日子后 泰森遭遇了自己职业的断崖式下跌 因为年龄的原因 他身体状况和精神状态越来越差 直接导致输掉好几场重要的比赛 甚至都是了WBA的王座 陷入养耳朵丑闻 2005年华盛顿赛场上 在面对毫无名气的拳击手布莱德时 泰森打出了拳击史上的又一个冷门 为了不输掉比赛 他竟然猛烈地用头部撞击布莱德的眼睛 直接导致对手左眼上方的严重撕裂 接连不断的失败 彻底消磨了这位拳王的斗志 最终他于6月份宣布退役 结束自己的职业生涯 并说道 我不能再继续打下去了 为了不让我的荣誉继续蒙凶 告别了拳击赛场之后 泰森转战去了娱乐圈 开始转行拍起了电影 2009年 他在电影《宿醉》中本色出演了自己 后来随着名声的不断扩大 他还走到了国际上 与真子丹 张静同时出演了《夜问三》 随着《夜问三》的爆火 泰森一举拿下了第一届 金阳奖澳门国际电影节的最佳新演员 同年5月份 他还参演了《薄迹之王复仇》这部电影 并且与天后麦当娜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2010年的时候 泰森去了中东地区 造访了沙特阿拉伯等国 并参拜了当地一年一度的朝圣活动 到现在为止 泰森已经走过了人生中的大半路程 与其他拳击手相比 他更像一个邻家老头 显得平稳而谦和 泰森 01 2 1 2 感谢观看